大家好 那个到陆逊那里就是隐身一 然后隐身一后边就没有了 然后一直存着隐身一 隐身一打司马仪跟曹操 应该还是这么一个路子啊 完事中间有一些细小的变化 比如说可能用一下火雷呀 毒桶啊什么的啊 就看玩家怎么安排了 看这个思路 再一个的话 没有C键也就没有格党了啊 这个下意识的格党一下子会犯规啊 这就是他们这些水平高的玩家 不好的地方啊 不让用C键相当于 这个又不能看道具 完事之后还把格党给进了 你看我玩的时候 他不让用C键的话 他就是单纯的 进了我不让我看道具啊 格党这个事的话啊 嘿嘿嘿 有没有我都不会 所以说没进我啊 占点便宜 这里到渊哥啊 渊哥这一段的话 就是他等了旗子 所以说渊哥是不行的 除非你走到他面前跟他对话 或者是直接打他 要不然他就一直是不行的啊 引一手 两个黄中打这个渊哥的话 则有一个伤害加成啊 引 嗯 黄中打这个夏侯渊的话 他得地面起手啊 他不能打浮空连 因为他浮空连不行 哎 这下打倒了 追地追地追地 追地接雪沙 雪沙没打着 卷了一下子 幸亏个小 卷了一点 卷两点再走了 然后平一接看刀 接蹲A 没有追地了 然后再打一个平A啊 伤害确实是高啊 这边来到了梦游啊 梦游的话 为什么没有跳啊 这个百步穿羊 是为了清一下虎哥 应该得用两个 一个清不掉啊 两个百步穿羊 把虎哥给打掉 这里没有跳梦游的原因 是因为 呃 走兵舰路线 路上有两个隐身衣啊 这隐身衣对他后期非常重要 所以说打一个梦游 换两隐身衣 核算 跑过来 然后平A3是 接前前撞 平A3是 掉头 然后再平A3是 最后跳一样 刚才是想打12连 应该是没成功啊 不过也没挨揍 没关系 这边来到了 都是个 黄中打都是个 手法好的话 一套再走了 前前撞 平A3是 前前撞 平A3是 再前前撞 平A3是 再前前撞 前前撞 平A3是 这个就要看你那个 呃 对于四招一式的理解了啊 中间 你看中间有一个连续的 撞两下 那个就是 四招一式的最后一式 以及下一 下一个 四招一式的第一招啊 中间是衔接的啊 这个东西 哎 有时候挺气人的 你知道吧 Po吗 真的特别气人 这个东西 我看他们打 我知道什么原因 我也知道应该怎么打 我自个打就弄不成啊 就是什么原理 我都知道 我自个打的时候 就弄不成 就无以内地加减法 我好像算明白 那种感觉是的 你就就 一二三四 哎 第五下 打一 打一式就会打死 然后再续 续一个招 一一二三四 然后第五下 又打一点 然后再续一个招 就这么简单点事 我整明白 引 引破绽 然后平一三式 接前前撞 平一三式掉头 平一四式 接看 这是天王难度的 你当简单难度的打 那我聊个不揍你 前前撞 然后躲一手 前前撞 平一三式掉头 前前撞 平一三式掉头 前前撞 前撞 那能这么打吗 天王难度的 辽哥 你给我揍他 他对 你给我揍他 来来来 你继续 你继续怎么打 你别变招 你别换套路 你还怎么打 就见 打倒 完事之后 再引一个破绽 再一个 哎 你你刚才那个劲 你残血了 害怕了 是不是啊 刚才没把我辽哥 当一回事啊 我辽哥揍了他一顿 完事之后 知道了 改了 不那么打了 这边来到了貂蝉啊 看一下貂蝉 黄忠打貂蝉的话 好难哪 哎 他这里有了毒筒啊 他这个道具的话是调到了毒筒 利用毒筒的话去打貂蝉 黄忠打貂蝉 哎呦去 跑一回见啊 哎 他这个脸招整得挺帅啊 跑们 我回头 我我我我得学一学 这个应该一看就学会了 平一三式接前A啊 这个前A的话是为了收招把他打倒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黄忠啊 他是平一三式之后 接平一第四式 他第四式比较慢 他第四式比较慢 貂蝉会往中间插招 会有什么血沙呀 什么的呀 会打他 然后他平一三式接前A 是为了把貂蝉击倒 就是平一三式接看刀 也不是连招 平一三式接第四式 也不是连招 反正他整个平一三式接前A 虽然说伤害不咋高 但是至少是稳囊的 安全的呀 这下帅呀 平一三式接前A 已经回头学一学啊 这个这个应该 这个这个我应该能学会吧 哎 被打了一手啊 这个不学你 前A打倒 等他升级往前撞 升级往前撞 平一三式接前A 这边来到了 鲁蒙 鲁蒙的话 上来先给了一个百步穿洋啊 这个百步穿洋其实是为了打一下boss 然后控一下场 没整成啊 还来一下揍 不过他这个道具格子到这里应该调的就是飞盘了 平一接看刀 先补一下伤害 然后跳旋 前前撞 想吃这个包子 然后平A 剪一下包子 这下还不起飞盘吗 飞盘应该是够用的 应该是六个A 直接起飞盘 完成之后 平A 接看刀 蹲A 黄中啊 扔飞盘的话 黄中扔飞盘的话比较好扔 一般情况不会空 因为他个低 他跟关羽不一样 关羽个高 但是他空了 我也没有办法啊 呃 反正我 我扔的时候啊 呃 我玩黄中扔 扔绿蒙的话 呃 六个飞盘 我不敢保证全中吧 但是至少中五个 中四个都是我发挥不好的时候 哎 这一角得劲啊 可惜没什么伤害 再减一个四个飞盘 你四个飞盘带走了 再扔一个飞盘 这个飞盘扔了一点圆啊 位置不是特别好 然后跳旋 又一个飞盘 只要是他跳旋 打他落点 你扔飞盘一定中啊 一定中 然后再起 扔晚了 扔晚了 哎 这玩意我一说中 他就不中 再起一个飞盘啊 带一个跳旋 飞盘用完了 平A 接砍刀带走 这飞盘不用剪了 剪了你也用不 剪了你也用不了 因为你后边这个道具 安排不到后边的 在隐身一之后的道具 都没有用了 这里直接是起了一个炸花啊 炸花的话 是看一下虎哥 然后空一下场 啊 这就是呃 飞盘之后是炸花 炸花之后是隐身一 呃 这个炸花的话 是为了破阵用 完事之后 隐身一 就直接打到底了 这就是三国战机的 全程进cd 目前的一个路子啊 不知道后边会不会 应该不会有了 因为他这个隐身一 太重要了 他跟他跟西游摄传不一样啊 呃 西游摄传没有一个道具 能达到三国战机 隐身一的这个效果 给他打跑 别别惹这些虎哥了 你躲着点就完了呗 进去之后看破阵啊 破阵应该是直接就是一个炸花 二话不说 一个炸花 完成之后 哎 先空一下场再说 然后后边看他这些炸花怎么用啊 平A3是 先看到 平A 打掉了吗 没有 三下三下里打 反正也不破阵 不着急 哎呦 去没有房啊 我第一 我我观战的时候啊 我第一反应的是 那个刀兵是给两下 第一下打到了 第二下要起一个房 人家收住了 这要是我 我就犯规了啊 这我观战 我都没反应过来啊 没有推荐 不能防那一下 这一波不给炸花吗 不给 直接平A3是 接平A3是 一直这么打 再平A3是 接看刀打倒 能量也是满爹 也也也 也这个跟点能量没关系了 然后一个炸花打 竹签兵 竹签兵比较乱 因为竹签兵 他会一个跑渣跟跳渣 处于远程攻击 动作挺快啊 所以说五个把你一包 你看五个把你一包围 你没有防的话 你还是有点有点难啊 天下兵 天下兵也给一个炸花 蓝的 这一下躲不开了啊 防 防野 防野犯规的那招 前前撞接平A 前前撞接平A 后边就一路隐身衣打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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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就应该是这么一个盗局安排 这边到莫科哥出来 莫科哥出来之后直接前A打倒 过来请一下兵 然后再请下边这个枪兵 前A打倒 再请这个扔蝎子的跳A 然后前A没打到 跳A打倒 完成之后一出来 第一时间 平A4是接看刀接平A4是接看刀 平A 接追递 追递 来烂 隐身衣 完成之后平A3是接前前撞 没打上 兵太多 不管他 然后看刀打倒 平A4是把莫科哥打倒 平A3是接前前撞 然后平A4是接平A4是接隐身衣啊 我心思是接血沙去啊 平A 然后一直打 那边那莫科哥给个前A 或者是跳A给他打倒啊 平A4是打一下莫科哥 然后再用一个隐身衣吧 这就不用隐身衣感觉不行了 陆逊血还多呢 能拉俩隐身衣没带走 直接打陆逊没打着 然后平A4是接 哎 省了一个隐身衣啊 其实他 其实他这个预留的隐身衣跳左磁啊 就是 呃 越着沙莫科去打陆逊 就是预留的两件啊 完成之后没舍得用第三件 但是扛过去了 如果没扛过去啊 就有可能被带走 刚才其实陆逊那里是打死了的 然后等左磁出来直接把莫科哥带走 就形成了一个跳关啊 也是一个三国战技里边标准的打法 你不好打左磁你就跳左磁 但是没有隐身衣 没有张安壮是跳不了左磁的啊 太难了 啊这边来到了徐楚 徐楚上来先给了一个百步穿羊 空一下场啊 这打伤害的话 他就就就没那能力啊 这百步穿羊 完事我躲 哎被锤哎好疼啊 徐楚这个boss 咱说实话 他是真厉害啊 他没有低伤害 所有的招打你身上全是高伤害 这一锤子平A三式 平A四式 接 接看刀 完事之后接平A 他现在身上的道具格子是 隐身一 他用就是用隐身一 要不然的话就一直留着 打徐楚的话调不到啊 调不到毒统那里 然后又给了一脚 你看是吧 三下就徐楚三下就带走你 平A三式 前前撞 平A三式 掉头 平A四式 这个白黄中会打这个地面 这个12连了之后啊 又给一个百步穿羊 资源都交到这里 会打这个12连了之后 他伤害确实是高 空一下小斐费 然后跑过 哎呦去好危险 平A三式 前前撞 平A三式 掉头 平A四式 接看刀 刚才有点危险 运气好啊 没踢着他 踢着就带走了 然后开始 你不就不带这么玩的啊 你们这些水平高的玩家 不带用我的招的啊 这都是 我都是这么大的 你们 你们跟我一样了也 哎 躲一手 然后最后一个前前撞啊 赶紧吃血赶紧吃血啊 打完学术之后到盖哥 盖哥就比较好打了 完成之后 哎 我刚说盖哥就比较好打了 就被烧了一下啊 完成之后 没打没打铝布啊 没打铝布的话 身上没有那个啥 没有合适B 要不然的话 烧不了这么多血 然后控一下兵 现在是一个卡兵状态 完了之后 不引兵啊 就一直一直拖着平啊 平A四式 接看刀 然后跳A没打着 又开始了 我猜啊 朋友们 我猜他不敢12年 你们信不信 他一直平A三式 接看刀打到底 平A四式接看刀 平A四式看刀 接平A 一直这么打打到底了 你们信不信 呃 因为 黄中的话 他平A三式接前前A那一项啊 其实是属于个 放到格斗游戏里 是类似于木鸭的那一种连招啊 呃 只能说熟练度高了成功率高 谁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 他现在这个血型 他应该是不太敢的 然后平A三式 你看是吧 平A四式接看到 他这连招立马变成跟我一样了 这下不敢打 打就把兵引出来了 然后转 扔火雷 完之之后 平A四式接看到 好高的伤 21级的黄中伤害 这么高的吗 转小转 转九葫萝 转九葫萝 躲着他 等他转圈 引 转圈或者是转火 哎 转火 然后过去打他 平A四式 前前撞 平A三 哎 哎 干啥呀 我就说你不敢12连 你最后非得 非得打我一下脸 这边来到了司马仪 司马仪这一段的话 一定得卡住小肥肺啊 然后起了一个兵爆啊 葬夫奔源啊 这是司马仪的葬夫奔源 全都是兵爆 利用百步穿羊躲 完成之后 卡住小肥肺 其实也没多 也没没几套就带走了啊 这个白荒中伤害高 平A三式前前撞 平A三式掉头 平A四式接看到 你看这一套多少血呀 就是全短一点啊 这个平A不太好用一点 别的的伤害的话是有的 被防了 然后躲 哎 你你不 你不进跳吧 朋友们 你跳可以啊 然后平A 这应该是平A四式接砍刀 然后起大爆炸了 大爆炸的话 跳 你你懵了吧 为什么不跳啊 然后平A四式接砍刀 给了个隐身衣 没有 没有进跳吧 他平时他跳了吧 我 给我一种错觉 我 我心思在进跳呢 看到 完了之后 又给一个隐身衣 没有跳吗 咱 咱没有跳吗 啊 我懵了啊 朋友们 我懵了 完了之后 这个隐身衣带走了 呃 但是打死马仪 应该是多用了一件隐身衣 现在身上应该还剩两个吧 应该剩两个隐身衣 再吃一个是三个吧 啊 三个隐身衣 三个隐身衣打曹曹不够啊 数量不够 要先打 先打一下 然后平A三式前前撞 平A三式掉头 平A四式接砍刀 四招一式打起 脱平 不让他长血 哎 他现在也不长血 平A三式 平A四式接砍刀 先打一部分伤害 然后再用隐身衣 升级了 然后起隐身衣 然后平A 哎 怎么会有铁亚兵啊 他走的雷道啊 他雷道应该是 全场景都进了 或者是雷道不熟练 打的比较慢 要不然走雷道的话 一开始是不带 不带兵的啊 走雷道比较快 打的速度比较快的话 孟德兄这里不带兵 然后百步穿羊给一下 还打中了 还不错 再给一个百步穿羊 先把伤害打一下 然后给隐身衣 两个隐身衣 一条血应该差不多 前前撞平A三式 掉头 平A三式 然后不打平A四式 不打倒 这样的话 还可以利用隐身衣 马上要结束的时间 再起一次手 只要起上手了之后 咱这一套招 是一定能打完的 然后再接隐身衣 然后平A三式 前前撞 平A三式 掉头 平A三式 再前前撞 再续一套连招就够了 平A三式 前前撞 平A三式 掉头 平A四式 接看 他们这个手法好了之后啊 就是这一套连招 比较熟练了 他这个隐身衣的作用 都变大了啊 能打出来的伤害更高 好了啊 朋友们 这边就打完了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 无声歌的精彩发挥 咱们下期见